但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表示,喜马会在各种场合都有可能。 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当天,近200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两岸民众如何看待日本企图扭曲历史的行为。 民进党14号通过了陈水扁再入党的申请,陈水扁回归会给民进党带来哪些影响? 上后的点评台海一周热点将由两岸嘉宾掌机分析。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我是桑辰,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据台湾媒体报道,关于习近平与马英九是否能够会面的问题,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15号表示,在各种场合都有可能。 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发言人吴美红说,有关马英九在任内是否将与习近平会晤一事。 马英九曾表示,不排除在各种场合碰面,吴美红还说,两岸领导人的会晤应该在两岸关系改善的情况下进行。 马英九还说,他上任以来与大陆签订了多项协定,当前台湾海峡已经变成和平大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修改后的台湾军事审判法15号生效,和平时期军人犯罪将回归一般司法体系管理。 军事监狱和军事法院检察署看守所内积压的240人,15号一间到全台9处监索。 此次军事囚犯一间全程在武装押送下进行,此次一间共投入人力566人,他们鹤枪实弹,动用了86辆警备车,将台湾唯一的台南军事监狱,以及南部地区军事法院检察署看守所,北部地区军事法院的检察署看守所,三个地点的军事犯人,分成14路完成移送。 此次大规模的移送囚犯也引来很多民众围观。 当做纪念啊,因为以后就这个就变成历史了啊。 啊有看到车队吗? 有啊。 有看到车队,那你拍的画面就拍到哪时? 没有,就囚车经过啊。 据罢到从军事监狱搬到一般监狱之后,军事囚犯们的三餐将降低标准,比如在军事监狱每顿饭是四菜一汤,到了一般监狱之后则少了一个菜。 此外,开放出烟的数量也缩水, 从每天十根变成了三根。 此外,移送到了一般监狱之后,囚犯们不必再像部队一样出操,但是会被分配下工厂做工。 接下来请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针对台湾监察机构负责人王建轩日前表示,监察机构的委员都是摆设,监察机构不如关门了事。 19名监察委员15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对王建轩进行谴责,并指责王建轩诸多攻击性的言论,违反了台湾的相关法律。 针对民进党14号让陈水扁恢复党籍,曾经发起红山军倒扁运动的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15号表示, 这对民进党是一种伤害,而且将会使民进党跟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彻底绝缘。 台湾钓鱼岛光复会理事长刘元俊15号在参加反日游行时表示,保钓要注意两个层次,钓鱼岛是台湾的,台湾是中国的,这两句话必须一起说。 台湾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大陆为后盾是不可能拿回钓鱼岛。 日前参加2013海峡两岸记者锦绣天府行联合采访活动的记者,走进了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风景,银盛九寨沟,来看记者的报道。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张扎镇,已由九个藏族村寨而得名。 九寨沟海拔在2000米以上,沟内遍布原始森林与湖泊,素有童化世界的美誉。 如此优越的旅游资源,当地老百姓到底如何从中获益?这成为两岸记者都很感兴趣的问题。 我们景区这个门票收益里面,每年要拿一部分作为它的这个保障性的这个经费。 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引导老百姓的话,在景区还有外围从事一些旅游纪念品的一些售卖。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也开始依托酒债沟,做起了旅馆生意。 收入有了大幅增长。 我们高山的时候是有的收入在七八百块钱,到这底下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五千多,六千多块钱了。 我们是在一个在开箱的地下。 除了利用区位优势,九寨沟还有一些乡村主打文化牌发展经济。 在永丰乡菜园村,当地政府就帮助村民们联系外地厂商,让当地的传统刺绣工艺能够走出去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我们有联系过的北京布鞋,他给我们做好的成品,然后拿回来以后,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绣品,把我们的手工绣,然后加上去。 这样子呢,大大的降低了我们来做这双鞋的基础的工作。 这样子,老百姓的这个收入是肯定大大的提高。 通过采访,两岸记者对九寨沟利用独特的旅游以及文化资源发展经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很多记者表示,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人来到九寨这块美丽的土地,九寨人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8月15号,第12届辽宁台湾州在锦州拉开帷幕。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海协会会长陈德明,海接会董事长林中森等出席开幕式。 张志军说,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和辽宁沿海经济带快速发展,辽宁与台湾的各项交流合作不断加强,已经成为台商投资新业新的热土。 他希望有更多的台湾企业界朋友能够了解辽宁,在辽宁找到合作的新奇迹。 三百多位台湾知名人士,台商参与了本届台湾州活动。 在开幕式后举行的辽台经济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共有21个项目进行签约,签约金额达52.4亿美元。 自2002年以来,辽宁台湾州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先后有3000多人次台商和台湾知名人士,另邀赴辽宁参观考察和洽谈项目。 下面请收看简讯。 日前,2013乡台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周新闻发布会在湖南长沙召开。 发布会上宣布,从9月17号到25号,湖南省将首次在台湾举办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题的大型交流活动。 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将以胡乡用味,乡台情缘为主题。 期间将在台北、台中、高雄、花莲等地展出湖南特色的香秀、香词、文艺演出等, 为湖南和台湾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两岸文创产业间的合作。 8月15号,作为大陆首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的平台台尔庄古城重建项目历时四年全面竣工。 台尔庄位于山东省藻庄市南部,古金航大运河北岸,历史上有天下第一庄的美誉。 1938年4月,中国军民反抗日军侵略的台尔庄大捷,更使台尔庄闻名于世。 建成后的台尔庄古城占地两平方公里,建筑面积35.03万平方米,包括10条主街,72条小巷,15公里水街,108座桥梁,2.7公里城墙,重现了运河古城昔日的辉煌。 2009年12月17号,重建的台尔庄古城,被国台办批准成立为大陆首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那么本周的台海热点话题,我们将就两方面来进行讨论。 第一个话题,8月15号,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当天,近200名国会议员和代理人参拜了靖国神社。 安倍晋三也打破惯例,没有提永不再战的誓言。 日本右翼为何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敏感发言到底有何目的?稍后分析。 第二道话题是,民进党14号通过了陈水扁再入党的申请,让五年前自行宣布退党的陈水扁再次成为民进党员。 有媒体评论称,陈水扁的重返是民进党非常羞耻的记录。 那么民进党为何批准陈水扁重新入党?陈水扁又会不会再次扯民进党的后腿呢? 那么就以上内容,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所相关的分析。 北京演播室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任编辑张斌先生,您好。 桑山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北演播室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欢迎您。 唐先生好。 张正好,张文斌好,全球的央视观众,大家好。 好,那么开始呢,首先进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安倍内阁参拜靖国神社的相关报道。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日,日本的大家一起来参拜靖国神社议员之会组织了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 190名国会议员和代理人参加,安倍晋三请人带他献上的祭祀费, 并就不能亲自参拜一试,表示歉意。 安倍15号还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表示,将谦虚面对历史,铭记应当汲取的教训。 但是20年来,日本令人首相都会在这一天提到的,永不再战的誓言没有出现在他的致辞中。 而且,令人首相都会提到的,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加害责任并表示反省等内容,安倍也没有提及。 8月15号是日本的战败纪念日,那么在这一天,虽然安倍自己没有亲自去参拜靖国神社, 不过他还是找人替自己交了参拜的费用。 但是他自己表示说没有去参拜,他感到非常的抱歉。 那么您认为安倍内心究竟是什么的想法,而且他是基于什么原因没有去参拜? 安倍肯定是想参拜的。 如果他现在不是日本首相,我估计他早已经火急火燎的跑到靖国神社, 特别是在游旧馆这样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地方,进行一个非常虔诚的参拜。 目前对于安倍来讲,作为日本的首相, 你的一举一动都代表了一个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态度和你的一个外交的政策。 那么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如果安倍亲自去参拜靖国神社, 无疑会给亚洲国家乃至世界带来一种非常不祥的信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安倍肯定是为了平息周边国家的怒火, 或者说为了对国内相对保守顺利有个交代的话, 那么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怎么办呢? 我要表示歉意,虽然不去,另外我托人把我的祭祀费带过去。 参成我们都参加过朋友的婚礼,你可能有事去不了, 你会把礼金托朋友带过去,什么意思? 表示我很重视这个事情,同时我很想来,我迫切地祝福你们, 这个意思很明显,所以安倍去与不去, 其实从祭祀费的问题上已经看得很明显了, 就是他对参败靖国神社这个问题是持一个积极的支持态度的。 那么目前来看这次的参败,你看都有什么人? 三个阁僚,加上一百多位的国会议员,包括他们的代理人, 就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亚洲乃至世界人民的伤痛, 日本到今天并没有一个反省。 特别是当天安倍在距离靖国神社不到一千米的地方, 东京的武道馆有一个讲话, 这个讲话一直以来日本首相在战败日都会有一个讲话, 讲话基本内容无外乎几点, 一个宣扬和平的这种决心, 另外一个向深受战争创伤的亚洲民众有一个反省和道歉, 最后一条保证日本走和平宪法的路线永不再战, 但是你看这次安倍在这个讲话当中, 打破了1994年以来历届日本首相讲话内容, 那么表明什么? 表明着日本的右翼势力在日本国内已经开始对历史, 对战争进行了一个重大的转向。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唐先生, 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台湾也曾经遭受日本的殖民统治长达50年之久, 那么对于安倍鼓动内阁去参拜金国神社这样一个纪念活动, 台湾各界包括您个人是怎么看? 好, 那这一天当然在台湾方面来讲还是会有一些的反应, 台湾的官方的反应都是相对平淡比较低调的, 有点照本宣科的味道, 那台湾的社会部门只说希望日本政府及政治人物正式实施并且继取历史教训, 但是民间方面来讲倒是有两个主要的团体发动了两波的抗议, 上一游行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驻台的单位, 那一波呢是针对卫安妇, 但是卫安妇其实从卫安妇的议题呢被提出了讨论, 同时呢全球化然之后, 那再加上日本呢不断的从一个历史上面的进行的曲解, 那使得卫安妇都感受到就是说日本在二战的时候的罪行, 那这些罪行呢不但呢没有一些的深刻的体认道歉, 忏悔相反的呢不断的呢想把它简化成一种呢在当时的单纯的商业行为而已, 好那这些卫安妇啊在台湾来讲呢所谓的这卫安妇阿嬷, 那也就是说因为他们都都已经很高龄了, 最高龄已经92岁了, 其实他们再度上街头每一次上街他们都都很清楚的告诉呢所有的这些民众说, 这可能是他们生人生的最后一次为他们自己的权益, 要平反他们年轻时候呢所受到的冤屈跟委屈而上街, 但是呢仍然得不到任何具体的回应, 现在只剩下六个, 那另外就是保调团体, 保调团体这一天, 他们反而成为呢最近这几年, 到了这一天的时候呢在反日或者说呢对于日方呢表达强烈抗议的主要的团体, 那么通过刚才唐先生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台湾这个民间和官方相比较, 可能民间反日这个情绪会更高涨一些啊,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这个8月15号的停战纪念日, 那么以往在这一天举行活动的时候呢, 过去的日本首相往往会在活动当中提到一些反省历史啊, 或者表示永不在战啊这样的一些内容, 但是我们看到今年安倍呢就根本没有提及这些内容, 您前面刚才也提到了, 那么您认为安倍是故意要这样做的吗? 对于他的这种举动, 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到警惕呢? 某种情况上讲,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态,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在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 这个讲话的内容的改变, 甚至远大于安倍去参拜警国神社, 因为它意味着日本对于历史和战争的一个可怕的转变, 我们知道从94年开始, 历届的日本首相在这样的一个纪念仪式上, 都会表达对亚洲民众的一个反省, 因为确实这么多年造成的亚洲民众的苦难, 用一个词来说是庆祝难输的, 那么仅仅反省其实我们都认为是不够的, 但是安倍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是忽略了这种反省不谈, 只谈我们要变成一个和平的国家, 要构建世界和平, 咱们退回到几十年前, 想当年日本侵华的时候, 给亚洲民众造成灾难的时候, 他的目的何尝不是想所谓的世界和平, 他打的口号不就是大东亚共同圈吗? 我到你中国来杀你的人, 占你的地, 抢你的东西, 我是为了构建亚洲的和平啊, 所以这个和平是个带引号的和平, 安倍现在所说的和平, 我们只能想如果你背弃了你的和平宪法, 背弃了你的这种非战的原则的话, 那么你这个和平仍然是假和平, 甚至是真侵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安倍的这番讲话不能我们掉以轻心, 因为他的讲话某种程度代表了日本政坛的一个态度, 同时也代表了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膨胀的倾向, 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海峡两岸涉及到了日本的一些一系列的变动, 你比如他最近的这个出云号的准航空母舰的下水, 用这种出云这样的一个侵华战争时候日本军舰的名称, 包括他要改这个国防军为自卫队, 把这种专属防御变成了先发制人等等, 一系列的举动都表明日本在朝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近了, 那这种时候如果没有相应的势力来遏制的话, 那么膨胀起来,日本又会成为一个危害亚洲的国家, 的确正因为安倍是一个右侵华思想非常严重的首相, 那么他的这种膨胀的野心, 所以才会导致他今天故意为之, 好, 应该引起各方的高度警惕, 那么关注完日本之后, 我们接下来把目光在转向岛内, 来看一看有关陈水扁重新加入民进党的相关报道, 8月14号, 民进党批准了陈水扁再次加入民进党的申请, 陈水扁再次成为民进党党员, 对于此事, 民进党内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 民进党资深人士林卓水称, 这是民进党非常羞耻的记录, 而这样一个身在监狱还背有多项罪名的人, 被重新接纳入党, 也引起台湾舆论哗然, 2008年8月14号, 已经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陈水扁公开承认竞选经费申报不实, 部分剩余款项汇到了海外, 很多民进党支持者对此表达不满, 认为陈水扁重创民进党要求他退党谢罪, 迫于加厉, 陈水扁与当年的8月15号发表声明, 和妻子吴淑珍一起退出民进党。 谭先生, 我们知道现在陈水扁还是一个身上有着多项罪名, 身在狱中的这样一个罪犯,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犯人, 他为什么能够重新加入民进党, 那么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又是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好, 确实陈水扁目前还有多项罪名, 他人也在牢里面, 虽然在牢里面的待遇仅止于软禁而已, 比一般的受刑人待遇来讲, 那不只是好, 这好千万倍以上, 除了不能够拥有完全的自由之外, 其他的生活起居, 跟外界的交流, 甚至于写文章, 发表意见, 接见访兵, 以及跟家人相处, 这些待遇是任何受刑人都无法想象的, 那如果按照他所定的刑期来看, 按照台湾过去的法律, 以及预政管理方面的假释的规定, 那陈水扁即使已经积压两年, 囚禁两年, 接下去大概最起码可能还有个六七年的刑期, 可是为什么民进党在这个时候急着让他入党呢, 这个入党虽然说挑在8月15号, 陈水扁在五年前的这一天, 他自行宣布退出民进党, 因为这个自行宣布退出的动作, 使得民进党整个党, 那有了这样的航瀉一气, 为陈水扁开小门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因为他是自行退党的, 他不是被开除党籍的, 因此他回党的时候, 只要寻着一般的新党员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有推荐人从这地方党部呢, 陈党要承报中央党部, 那通过了之后呢就OK了, 那陈水扁就这样子行礼如遗的, 同时呢也几乎都是重量级的人士呢, 在推荐在保举, 他又重新了成为了民进党的党员, 早在五月份呢, 民进党开党代表大会的时候, 就已经呢很有效的发动了一波, 逼着民进党中央, 必须要重新接纳陈水扁的政治动作, 当时虽然呢忌惮于呢外界的轻易啊, 所以呢暂时的压抑下来, 那时隔三个月之后呢这股浪潮终究挡不住, 再度呢由地方党部, 同时由民进党在立法院里面的党边重量级的大佬呢, 柯建民领衔的情况下面呢, 推荐陈水扁重新成为民进党的党员, 而党中央这一次呢干脆呢都不挡了, 苏贞昌呢除了表示支持以党主席的身份呢, 表示支持跟理解之外, 蔡英文呢是沉默的, 沉默并没有比较高级, 沉默完全是一种政治盘算而已, 而跟蔡英文同意阵线的谢长廷, 谢长廷在上一次党代表表达的时候, 谢长廷还稍微微婉的, 然后呢不点名的稍微表达了他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就是重新接纳陈水扁入党, 他认为是不妥的, 可是呢在当下连谢长廷都不挡了, 大家会说那何必呢, 其实之前如果说呢距陈水扁余千里之外, 到现在呢主动的开大门迎陈水扁回来, 巨跟银之间都只是时空转换过程当中的政治算计而已, 巨是一种的政治考量, 银也是一种政治考量, 唯一差别的并不是陈水扁, 而是呢民进党的内部, 特别是台面上面的这些当权人物, 对于接下去的一段时间, 到底要如何去处理自己跟陈水扁的关系呢, 恕我所做的政治考虑, 那刚才呢唐先生提到这个陈水扁之所以能够重返民进党, 完全是这个民进党自身的原因啊, 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陈水扁重新加入民进党这件事, 您觉得他的重新入党会不会使民进党在台湾民众心中的这个形象再次受到破坏, 这个形象肯定要受到破坏的, 我们先说陈水扁为什么要再重回民进党, 这肯定是经过民进党中央的反复权衡之后得出结论, 我们事实也看到了确实在相关的研讨会上只有一票反对, 大多数不管是游戏啊还是苏戏啊还是相应的新潮流啊都都持一个赞同的意见, 为什么要回来一个就是说我们说陈水扁入役之后, 虽然贬系在民进党内的这种声音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发挥的作用可能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了, 但是这股势力我们知道, 向来是以能够这种耍魂啊大声啊等等能搅乱视听的, 所以他在民进党内部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再加上相应的这个贬系人马呢, 也在一个一个对民进党内的相关人士进行各个击破, 甚至还要挟如果你要不让陈水扁重新回到民进党, 我们就出去另行阻挡等等, 那么为了保持党内的相对的一个平衡, 那很多的民进党人士认为啊干脆让他回来就算了, 另外还有一个考虑是民进党主席苏仁昌, 他说实话他的目的还是为了2016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 那么我们知道苏贞昌跟这个蔡英文是民进党内两个最重要的人物, 那两个人的风格截然不同, 蔡英文呢更多的是一种偏理性的这种风格, 那么这种风格恰恰也是苏贞昌所缺少的, 这样的话两个人未来如果PK的话, 如果两个人要进行一个台湾领导人的选举权的候选人的对决的话, 那么必然要采取一些其他的手段, 那这次苏贞昌之所以能够让陈水扁回来, 也是为了拉拢贬系的人马, 能够对相应的对手造成一定的冲击,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通过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举动, 看到民进党现在慢慢在退回到一个保守的状态, 某种程度上讲, 大家可能都是为了稀释惊认, 因为都知道他在里面搅和的话, 谁也不得安宁, 如果让他回到党内是不是大家相安无事呢, 但是这种求意识稳定的心态, 往往会带来未来更大的麻烦, 刚才桑辰你说到了台湾岛内到底怎么看, 其实两个民众对于陈水扁回到党内, 都会持一种很惊异的看法, 为什么陈水扁是一个犯罪分子, 现在被积压着, 他犯的既不是政治罪, 也不是其他什么莫须有的罪名, 而是实打实的贪腐外, 海外洗钱案, 这样一个身上有着这样的重罪的一个犯罪分子, 你把它重回党内, 你让民众怎么看待你民进党, 民进党曾经试图进行过切割, 想把陈水扁抛弃开, 然后一种新的姿态重新投入到台湾的选举也好, 台湾的其他方面也好, 但是陈水扁就像如趋复古一样, 如影随形一样, 伴随着民进党始终, 蔡英文切了半天没任何效果, 那么他的贪腐形象肯定会再一次重创民进党, 的确, 也就是说苏贞昌现在肯点头是由于他自己政治上的一些考量, 那么您的个人分析认为, 如果已经是重回民进党了, 那么对于民进党的未来来说, 很有可能会走回头路, 会倒退, 那的确这个陈水扁他是一个非常顽固的抬头分子, 而现在民进党自己内部又面临着这个两岸政策调整, 如何转型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接下来想问一下唐先生, 您怎么看待陈水扁重新回归这个民进党, 那么民进党会不会再次被陈水扁绑架, 而影响他调整两岸政策呢? 我们发现呢, 最近不管是民进党的一些重量级有未来性的政治人物, 赖清德也好, 陈菊也好, 或者苏志芬也好, 那稍微有一点点头脸的, 能够去的, 能够展现出两岸交流善意的几乎都已经去了, 除了台面上面两个指明了, 也必然的会绞逐2016的党主席苏贞昌以及蔡英文之外, 其他的该去的几乎都已经去了, 但是刚刚那个问题是问得很好的, 那这个时候陈水扁回来了, 陈水扁所代表的深绿路线, 陈水扁所代表的一边一国的极端的独派路线, 这个时候几乎是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之下回到了民进党代表了什么? 固然第一个在政治的现实上面来讲, 你人还在劳中的时候, 你能够发挥的影响力终究是有限, 但是我们倒过来想, 当陈水扁都还在软禁的情况下面的时候, 他都能够有这么强大的力量逼着民进党就范, 重新接纳他成为民进党的党员, 同时过程当中对于他在2006年陆续曝光的全家的贪腐事件, 几乎都是都当睁眼瞎子, 都完全装没有看到一样, 陈水扁在狱中都能够办得到, 如果他出狱之后那还得了, 因此当陈水扁这个时候回来, 他必然会对于民进党接下去的路线上面的调整, 会产生侧肘的效果, 民进党对于大陆政策我们看到, 往往是这种言语更多, 实际行动更少, 而且基本言语里干货很少, 往往都是这种宏观的, 往往相对来说比较虚的, 没有一些实的东西, 那么如果想改善跟大陆的关系, 我觉得有一个底线, 就是你是不是改变你的台独的党纲, 是不是真的为了两岸的和平发展, 为了台湾民众的福祉去考虑, 这是一个底线, 如果你秉持着台独的理念, 大陆绝不跟你进行党籍交往, 这是一个应该说大陆设定的红线, 在红线之上什么都可以谈, 但是你越了红线, 我觉得就没得谈了, 好, 非常感谢两位对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介绍, 谢谢, 谢谢, 谢谢唐先生, 谢谢, 谢谢唐晨, 谢谢唐斌, 好, 最后呢,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唐晨, 谢谢唐晨, Hidden ani三, аются一个月、 一个都不会看见对 derechos94, 你修认請了 5000情况下视频, deeper情况下视频 您 rich家規定的是 Fall and movement and the last minute联 hard的问题, 您妹们多船面格� pozw,